一種失落的感覺 因為延始 如果從柏林的理論來講 我們正是那一個語音裡的分離 那一個喪失的對方 所造成的一個永遠的傷痛 才使得我們開始去追求情感 追求滿足 希望能夠填滿那個不能填滿的動物 希望能夠醫治那個不能醫治的創傷 問題就出在 我們所想像的愛情 其實沒有辦法滿足那一個真正的匯法 因此我們無論我們怎麼樣嘗試 我們還是遠遠看見地平線上 失落好像是難以避免的 悲壯的就是 即使是面對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我們還是不斷地追尋 我們還是希望能在情人的眼光裡 在我們情人的泛行裡面 在我們所看到的美麗的 浪漫的花錢略向的景象當中 去找尋那個完整的感覺 我們希望能夠添入我們心中的需求 我們也希望這個社會所建立起來的 愛情跟安全網絡 能夠消除我們的焦慮 所謂的安全網絡就是 一個一個配偶的關係 大家簽了約 婚約 房子 孩子 我們總希望能夠增加各式各樣的安全網絡 讓這個關係能夠維繫 讓我們追求的那個完整性 你好像能夠持續那一種 存在的不斷的渴望狀態 也是那個焦慮的來源之一 這個焦慮 就是在感情生活裡面充斥的焦慮 這個焦慮有的時候 你各是要不同的偽裝方式來表現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表現方式就是 就是令你覺得不斷的很煩躁 令你覺得很不安 你覺得對方沒有表現足夠的愛 他只問你 你還有嗎 你有嗎 沒有表現足夠的愛 或者說對方太依賴你了 倒是黏著你 這是對方的命 或者說你覺得對方沒有氣你想 沒有想你的 沒有氣你想你的感覺會如何 因此在愛情關係當中 常常充斥這樣子的一個煩躁的狀態 不滿的狀態 你這種煩躁的不滿 是說撥開來以後 底下的還是焦慮 大家還是在擔心 擔心的是什麼呢 最擔心的就是那位伴侶 所能享受的自理 因為他如果是自由的 他就可以停止愛你 或者不愛你 或者愛別人 或者自由的轉化自己 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不是人來所想像的 那個會愛你的樣子 這些焦慮都充斥在愛情情感裡 是否要分析 所以我們來到第三個 這個誠意的 這樣大家都看得出來了 在現代的感情生活當中 所謂的承諾 其實是必須要舍棄一些東西的 這個舍棄的東西就是 我們的伴侶必須要舍棄 其他的自主和自由以成全的安全感 安穩感 今日我們這個安全感 其實表達在日常生活當中的一些互動 這個互動的話 就是對對方的一些限制 這個限制的話 當然從查清 知道被人在做什麼 電動在哪裡 各種現代的手機 或者徵信社 都會來採取這樣的行動 讓某一方 能夠有足夠的安全感 感知到對方的狀態 因此現代情感 老實說 兩個人穩定的情感 這個意思 在它最大的文化功能 可能就是平息了 雙方的某種交流 當然 被人在看見 也能夠感受到嚴重 掌握對方的行動 掌握對方的局勢 常常也都造成不爽 對方的不爽 而現在的關係當中 很多時候就是在這個 要怎麼樣能夠維持 一方的安全感 另外一方的不爽 都要到達一個極高的程度 在這個 或者當中去平息彼此的焦慮 要 而且 因為要平息對彼此的焦慮 所以就要想辦法去去除 所有可能知道不安的小小的因素 比方說 這就表示為 兩個人關係當中 常常進行一些對話的模式 比方說 你怎麼總是這樣 不是告訴你說不要那樣子的吧 你怎麼一次都這樣子 像這些畫你的表現的話 其實就在去除那個痕 你製造不安 會讓一方覺得失去控制 對方沒有聽他話的那種感覺 不過剛才已經講過 我們用很多的方法去去除 例如我們覺得不安的因素 可是成功率其實是蠻低的 比方說在日常生活當中裡面 非常高頻率的畫影當中還爆發了 不斷的怨懷對方忘了什麼事情 然後 所以我便便拿起來 指牙膏 或蓋層的蓋上 或者指牙膏 指牙膏要從中間起 要從後面起 你做了多少事 你沒做多少事 昨天你又忘了什麼 叫你說要出去做什麼 你又沒做什麼 這一類型的話語的常常出現 其實顯示出來 在親密關係當中 非常高的心理上的不安的成分 大家努力想要維持 減少不安的成分 從這個角度來看 也許所謂親密關係 它的最底層 親密關係最普通的狀態 最正常的狀態 可能就是充滿不安 充滿不說 或許在配偶或對偶的關係當中 最常進行的活動就是調整對方的行為和舉止 這是夫妻和親密關係當中最常出現的語言上面的互動 而且這些語言上的互動有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怎樣怎樣 這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很常見的企圖要調整對方 調整控制對方的行為趨勢的理論 你可不可以做計劃 我曾經做過一個調查 就是問夫妻 在夫妻的關係當中 有什麼事情是你不能做的 非常清楚不能做的 在書裡面的話 這些答案大概有12配是這麼多的 其中就包含了 比方說你不能不說就離開家 總要說你要去哪裡 什麼時候要回來 有的時候會說不可以太晚回來 超過5也不可以 超過10也不可以 或者不能吃晚飯就出去 或者不能跟誰出去 反正就是不能不能不能有很多 你不能下午飯也不回家 你如果不回家的話 你沒有交代也不行 如果說我在家你要出去 那就不行 你不能說自己出去也要不跟我商量 你不能說想走就走 任何事情 週末、假日 要不要回家看婦娜 無論什麼事情的話 你要聽對方的感覺想 所以絕對不能夠就不商量 所以夫妻之間最常限制對方的 就是這種你不能 非常明白 我說明白的也有不說明白的一些限制 你不能夠把所有的家庭 你不能把這個家庭 你不能夠做少於50% 你不能夠包裂 也不能做多一點 200%更新年輕易 舍壞 你不能夠 你能夠 選擇 物質 屬 衣 衣 衣 乙 衣 雲 屍 Agora nella Outro You can't smoke in the house or you can't leave cigarettes in cups You can't leave the dishes for later Wash the dishes badly Not use soap men's straight from the container Make crumbs without wiping them up Or load the dishwasher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that seems most sensible to you You can't use dishes directly out of the dishwasher without unloading the whole thing first 不要亂放 人物瓜耳朵、骨皮石 不能亂放 不能亂放 不可以抽烟 不能在室內抽烟 不能在家裡抽烟 或者說烟蒂不能亂放 不可以 怎麼樣用這個 怎麼樣用那個 不可以到冰箱裡打開來翻吃果汁 就這樣直接從一盒子裡面喝掉了 如果說要去幫忙做家事的話 一定要按照我的規矩做家事 如果你有十碗機的話 你不能直接從十碗機拿出來 就用一二千八碗的碗櫃裡面 然後下菜用在碗櫃裡面拿 有各式各樣的一個人的規矩 去限制對方要怎樣做事情 怎樣在家中 所謂的最輕鬆自在的 各人的活動裡行使的生活環境 你不能有朋友 誰一人喜歡比其他人 你不能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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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忘記這些事 然後再回家裡 給他們 然後再回家裡 你不能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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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互相 再回到家裡去 有些人不能忘記帶東西 每天忘記 每天忘記 就這樣寫法的忘記 或者說不能亂發脾氣 不能講髒話 不能有很多很多的不能 透過這些不能 我們就完成了美好的愛情 這些規則可能會合作互動 可能會是商業的契約 或他們可能會有持續的操縱 但你跟他們一起去 讓你的朋友開心 或是你選擇你的戰鬥 但主要是你們一起去 他們一起去 因為這是最好的保持結婚 越來越合作 一個人是在組合的組合 越來越有壓力 以上所說的規矩 有可能大家是自願同意接受 也有的時候是雙方協商達成協議 可是也有的時候是不斷的摩擦 不斷的摩擦 可是兩個人還是繼續的 希望能夠在一起 能夠讓對方稍微滿意 稍微快樂一點 或者就是繼續吵架 繼續打仗 在這樣子的配偶關係當中 就必須要經歷這些不斷的摩擦調整 才能夠繼續的維持 這段落地上的關係 所以這點不算是說 所以這點不算是說 which demands are reasonable and that in modern love going along with a mate's commands is what constitutes intimacy and that the better the couple is the more the inhabitants have successfully internalized the rules of course it's your choice to obey them or it would be if any of us could really choose not to desire love and not to feel like hopeless losers should we fail at it 其实刚才说的这些规矩的话 它的内容就是不准什么东西其实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说它有同一的一个架构 这个架构就是说你就是不准做什么事情 而如果你要维持一个两个人有好的关系的话 你就必须要顺从必须要投降必须要放弃一些东西 以便维持那个亲密的关系 而且越是不愿意接受这样条件的人 这两个人关系当中越多摩擦 越能够内化的一个文化的期许 就是我们要大家努力让这个关系更好 越能够内化的人 它的关系就越能够继续实现 Obviously, domestic coupledom offers many rewards companionship, shared housing costs, child rearing convenience, predictability, which is reassuring, occasional sex, if you're lucky, insurance against the destabilizing effects of non-domestic desire and many other benefits too varied to list but if modern love has power over us Domesticity is its enforcement wing the iron dust mop in the velvet club 当然,刚刚说的这些放弃 这些投降,这些调整的话 也有他一定程度的报酬 那这个报酬就是说 可能有个温定的生活 有伴侣 在养孩子的时候,两个人可以分担 对对方的行为举止 有高度的预测性 可以知道对方一定会做什么事情 运气好的时候 可能会打枪气泡 各式各样困难和问题 也许对于去消除 也许对于现代的爱情来说 这种寻规老酒的状态 就是他最好的能够的报酬 The historian Michel Foucault has argued that modern power made its mark on the world by inventing new types of enclosure and institutions places like factories, schools, barracks, prisons, and asylums where individuals could be located, supervised, processed, known, subject to inspection, order, and the clock and what current social institution is more enclosed than modern domesticity? What offers greater regulation of movement and time or more precise surveillance of body and thought to a greater number of individuals? 大家可能知道 威乐加福克曾经谈过 现代的权利 其实采取的是一些非常有趣的操作模式 比如在工厂 在学校 在监狱里面 个人被放置在某个位置上面 便于管理 便于监控 他来来去去 大家都看到都知道 能够完全地掌握全面的监控 他的状态 相较于刚刚举的这几个工厂 学校监狱的例子 家庭或者在家里的这种 巡浮的状态 似乎是更为有效的封闭空间之内 对于一个人的全面监控 非常准确地掌握 他的来来去去 最小的生活的习惯 他的情感的活动 他的言语 他的行为 他的所有的时间 他的位置 家庭变成了现代权力 最清楚实现的家庭 有其他的 怎么回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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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ure and complete, and I'll love you back. Thus we grow to demand obedience in our turn. We household dictators and petty tyrants of the primate sphere, who are in our turn dictated too. If you love me, you won't argue about it." that I love you. We must be careful and be able to support the overlapping. Even if you love me, then I always tell you. Or if you love me, you will give me an option. If you love me, you will be able to move me. 如果你愛我 那就給我安全感 如果你愛我 聽我的話 順復的話 我就愛你 因此 順復也是愛情攻勢當中非常重要的成分 順復 這一類型的順復使得我們私領域當中 我們在私領域當中可以扮演最全面掌控對方的暴君 這樣的一個順復 也就是親密感情的最平衡的操作攻勢 但是我們都知道我們好多好 陪伴的疾病和疾病的疾病 疾病的疾病是如此 疾病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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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說 basic to our natures 只要是我們在何一種 疾病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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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 thus有當中的情緒 疾病的疾病 疾病的疾病 疾病 疾病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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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甚至最獨立的靈魂的靈魂 進入擔憂 和 Nietzsche 的詞 《Ressentement》 現代的自我是非常脆弱的自我 沒有愛就沒有的自我 失去的愛這個自我整個的枯萎 And why has modern love developed in such a way as to maximize submission and minimize freedom with so little argument about it? No doubt a citizenry schooled in renouncing desire and whatever quantities of imagination and independence it comes partnered with would be in many respects advantageous Note that the conditions of lovability are remarkably convergent with those of a powered work force and a docile electorate 現在回到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為什麼現在的愛情會是這樣呢? 為什麼現在的愛情這樣充滿的焦慮 充滿的放棄 也要充滿的各式各樣的馴服呢? 其實在這個現在愛情當中 充斥的這樣子的屈辱 這樣子的馴服 這樣的放棄 好像我們接受了這種臣服的狀態 而從來不會反抗 為什麼大家都擁抱愛情 它這樣子的定義呢? 這樣子愛情所養成的人格 所期待的人格 它的表現 起不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我們所要求的那樣順滅的工人 那樣子的順滅的選民一樣嗎? 是不是愛情所養成的人格 跟我們社會所需求的那樣子 順滅的人格之間 有某種互通性呢? 如果我們內在的需求 我們內在的渴望 我們內在想要自己成福 以便獲得愛的這樣一個動力的話 就會自動檢查自己 自動壓抑自己 自己放棄自己 好讓我們能夠獲得愛 因為愛的這個社會控制 就非常簡單的 完滿的 不需要用的外力的達成 因為我們自己 就會監控自己 Sometimes this secular society needed another metaphysical entity through subjugate itself to after the death of God and love was available for the job But isn't a little depressing to think we are somehow incapable of inventing forms of emotional life based on anything other than subjugation 或許 在或許的社會的話 上帝可以以良心的方式 聖明的方式 來讓我們屈服 讓我們臣服 讓我們接受我們的社會 而在我們現在所活的 世俗的社會裡 這個沒有神的社會裡 我們需要愛情 來讓我們每一個人 成為順福的主體 符合這個社會的需求 我們有沒有可能 我們是不是應該開始想像 另外一種愛情的方式 感情的方式 互動的方式 是不帶著這樣子的順福 這樣子的屈從 這樣子的自我檢驗 自我壓力 或者對對方的檢驗 和對方的監控 我們是不是開始需要想像 新的親密關係的方式 謝謝 我們一起休息一下 然後讓大家放水 換水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準備